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分享一分钟命理 低潮时别动作 人有好运有坏运 分析八字就是要让你知道好运跟坏运 他分别在什么时候 当你遇到低潮的时候 其实这时候 以不变印万变最影响 否则你在低潮时候的动作 通常都会为你日后种下很不好的印 所以各位你就要知道说 我们常常跟你讲 当你知道你的运势财运好 官运不好的时候 财运的部分你努力的去做 当然是不会有太差的情况 可是官运很差的时候 你这时候假如在工作上 你大声的说老子不干了 很有可能这时候你离职 因为他是一个坏运的情况 最少最少可能半年找不到工作 甚至有的人一两年都没有工作 或者是你找到的工作 多比原来的还要糟糕 所以在低潮的时候 不要做决定 以免造成你后面不良的结果 今天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有空放老师点个赞 我们下次再会 拜拜